柯凤子死了,佛子走了,我便只好天下了。 一口气看完,将夜前传剧情。 前面两个视频,我们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浩天的诞生, 永夜的真相,佛陀的传奇人生, 夫子和魔宗创造者的故事,以及修行天才柯浩然的诗迹。 按照时间线,接下来要出场的大人物便是连生三十二了。 连生是宋国世家公子,祖祖辈辈都是魔宗人, 因他半年而生,所以取名连生,外号连生三十二。 他天资聪颖,领悟了佛,道,魔三宗精髓, 先后成为佛宗山门护法,西灵神殿,裁决大神观,魔宗大忌者。 连生的身份很多,修行的宗法也很多, 但对于他来说,改变世界,掌控世间才是终极目标。 而天才与疯子往往只在一念之间,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,连生竟不惜牺牲半个世界的人, 做下很多有为天道之事。 他与柯浩然都是天纵之才,还成为了好朋友, 但柯浩然的风头远胜连生,这让连生起了极度之心。 他在烂科斯举办的于兰结会上杀光了所有人, 还用饕贴大法吃掉了柯浩然的未婚妻简笑笑, 并将这一切嫁祸给西灵, 目的就是让柯浩然挑起战火, 扰乱世间,让整个人类都卷入战乱中, 他在带领人类一起逆天改命。 但他的阴谋却被柯浩然一眼看穿, 于是柯浩然杀上魔宗山门, 突进门内所有高手, 留下书院柯浩然灭魔宗与此的剑印, 然后以轻石为离,剑痕为诈, 用浩然气模拟出连生最擅长的凡龙大阵, 将其囚禁在白骨山中以赎罪。 魔宗分崩离析, 最后一代宗主凌悟, 因休息二十三年禅, 已变成女儿身, 逃之热海之盼, 被夫子收尾了弟子, 魔宗圣女夏天和他的哥哥夏侯, 也逃离了荒原, 开启了隐姓埋名的生活。 之后的柯浩然不再掩饰自己入魔的事实, 他杀尽了前来挑战他的各派高手, 西灵健壮, 将他入魔之事昭告天下。 柯浩然一怒之下杀上陶山, 连败当时的西灵长教和只手冠冠主陈某, 道门无数隐士强者进出, 也都被柯浩然打败打残, 而他竟欲战欲勇, 还连破竖竞。 阴杆世间已无敌, 柯浩然选择了拔劲向天, 终被浩天击杀, 一代天骄就此陨落。 柯浩然死了, 夫子的希望全部破灭。 暴怒之下的夫子, 酒后只身登上桃山, 先斩尽满山桃花破阵, 后挫败道门众多修行高手, 西灵神殿毁之一旦。 指手冠冠主陈某, 请来了佛宗第一人, 玄空寺蒋经首座驻镇, 也难抵挡夫子一击。 随后冠主陈某被夫子驱逐于南海, 算是对道门的惩罚, 夫子又与蒋经首座约定, 除非遭遇蔑视大战, 否则他不能出手。 柯浩然死后, 夫子意识到, 无论李漫漫还是君末, 他们学得再好, 也不过是第二个自己, 和第二个柯浩然, 就算他新收了灵悟, 这位修行与众不同的魔宗宗主, 也还是在浩天的修行世界之内。 于是, 夫子开始思考在世间寻找各个领域的天才人物, 让他们进入书院, 这便有了书院的十三位先生。 平日里, 只有大先生李漫漫紧随夫子身侧, 小师弟命缺资质较差, 先由颜色大师贴心教导, 其余十一位先生, 夫子都未指导修行, 而是让他们自悟其道, 找寻自己的未来之路。 极客浩然之后, 世间又出现了一位绝顶强者柳白, 柳白被称为人间第一强者, 之所以称其人间第一, 是因为夫子代表人间, 陈某, 蒋经手作等人既已超出武镜之外, 不算人间之内。 柳白出十级剑一大河, 念力当时最强, 被称为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, 后于大河边悟得大河建议, 创立剑阁, 并曾倚若胜强, 战胜南海剑神或剑圣之名。 他与世间第一神浮尸, 颜色大战, 重伤了颜色, 自己也断了半截眉毛。 柳白隐隐感觉到浩天世界的危险, 所以一直以剑阁牙洞谈判压制自己不破武镜, 但他的实力远胜武镜之上众人。 他还根据柯浩然的剑法, 总结出了纵剑万里, 不如身前一尺的道理。 其身前一尺, 便是浩天都无法躲避和破开。 而此时的书院大师兄李漫漫, 已创造了三月入洞悬, 入洞悬当天傍晚关墓云而入知命, 然后三天破武镜到达无惧的传奇, 成为了年轻一辈中第一个月武镜的修行者。 二师兄君墨, 是知命巅峰, 三师解鱼连, 修炼二十三年禅即将攻城, 即将进阶地六镜天魔。 两位虽不能稳赢柳白, 但也都被认为是不若于柳白的存在。 之后出现的重要人物便是宁缺了。 大约18年前, 宁缺这个生而知之的人, 以穿越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。 浩天通过天算, 直到可以通过宁缺这个穿越者找到夫子, 于是以天心天算设局, 投射人间体桑桑来到世间, 江夜的故事便正式开启了。